为什么都说,人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西藏 男孩要走多少的路,才能成为真正的男人 女孩要走多少的路,才能遇见真正的自己 西藏在上,催我远行 今天跟我远赴西藏,前去扎吉寺,财神寺 哈喽,大家好,我是星车草原龙,儿子浪 今天我们来到了扎吉寺 这是西藏唯一一个财神寺 这也是西藏唯一一个喝酒的财神 到达扎吉寺必须带上草原龙 西藏是多么神圣的地方 灿烂的阳光,蓝蓝的天空 白白的云朵,稀薄的空气 纯净的湖泊,绵绵的雪山 走着,我们一起去扎吉寺 看这全是卖酒的,进入寺院 因为蒲子喝酒啊 所以,咱们赢了两只草原龙 我们眼前就是每个人带来的酒 倒入大盆当中 所有的酒供奉给扎吉拉姆 到这里来的每个人都会拿瓶酒啊 因为这个菩萨就是喝酒的 看看 所有人都会 所有人都会 这个寺院 根本不同一个寺庙 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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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扎吉寺的扎吉拉姆 扎吉拉姆本不是在西藏出生 他是汉地一个妃子 因为扎吉拉姆长得特别的漂亮 被别的妃子嫉妒 而下毒之死 而他的灵魂在荒宫久久不远离去 一心想要报仇 后来皇帝请来西藏高僧 为他朝度 后来这位妃子的灵魂一心向佛 跟着高僧茫茫雪域 路途艰辛 繁越了很多山 来到了西藏 当他们回到拉萨 看到色拉寺的金顶 这时大师对女子说 那里是僧人苦修之地 你若前往违反了寺院的规定 因此只能留在扎吉寺这里 后来大师又帮此女修建了一属住所 让所有当地百姓接受 再让当地老百姓接受供养 大师回到了色拉寺之后 将一路上的经历 告诉了切扎藏的长老 堪廷之后夸赞了这位大师 并为这位汉地的女子 修建了庙宇 还封她为当地的土地神 就此取名为扎吉拉姆 我们眼前看到的扎吉拉姆的形象 并不像人民想象的那么美丽 而是面目无黑 怒目渊整 长着血盆大口 舌头绳得长长的 手如同鸡爪一样 所以又成为鸡爪神 这位女神担任起扎吉寺地方的守护神 尽致尽则为百姓造福 应该说是有求必应 就这样扎吉拉姆的名声打阵 前来朝拜的人落语不绝 这就是扎吉拉姆 现在在扎吉寺 还有很多西藏老人在朝拜 跟老人了解 他们不单纯是为自己祈福 他们也为国家祈福 国泰民安 刚才的酒我们已经供奉给祠子了 这小院子非常的耐的 这也真修 对啊 花花酒都花了 到这个扎吉寺完事之后 可以清几瓶酒回家 两块清一瓶 我清了三瓶 哇 真好 太香了 这扎吉寺的酒就是不一样 百种酒混在一起 太香了 继续一香港 本期价要是 最悠门 Camera